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江南亚N与La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赵丽章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讲到赵丽章在米艇工作 无意间被拍在隔离那艘红船的其中一个老官发掘出来 而且还收了他作徒弟 于是赵丽章由在米艇工作,改为在红船工作 赵丽章得到明师指点,加上他自己勤学苦练 他很快就练就了一身的气功 这个气是做气的气,不是呼吸的气 首先他在《罗通素北》这个剧里面 在两幕戏里面,就是《抢印》和《挂碎》这两场戏中 他担光饰演小母的角色,而且做得相当好 就靠这两个角色,他就初露锋芒了 在这两个角色里面,他唱和做都相当好 就得到观众的赞赏 继续演出了一段时间的武器之后 他在这个剧坛已经可以摘身上游部分 在赵丽章的时期,由于文明的风气还未开 戏剧界,即粤剧界还是男女分班 即是男的就有男的一班,女人就有女人一班 就不可以混在一起来做戏 在男班里面的花旦角色,通常都是由男性反串来做表演 刚刚赵丽章的剧团需要花旦 在班里面,唯独赵丽章的身形和声线都很适合做女角 于是那个班主就叫赵丽章改行 改行当,他建议他不要再做小母 不如你改做蓝花旦 于是他就懂得改行当 由于赵丽章生出来的身段相当收场 而且他的面型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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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个女孩子一样,她天赋就是一股雄颜姿势 加上她的歌聲亦相當清亮和圓潤 令她唱紫喉的時候,簡直可以達到亂真地步 即是她唱紫喉的時候,相當好聽,就像女生唱歌一樣 超麗將她本身亦是這樣的想法,她想到這亦是一個發展前途的一個好的機遇 於是她就拜了當時著名的藍花蛋澤腳勝做師傅 由於她本身的質素相當好,基礎亦打得很好 本身有很多技藝,只要稍微得到扎腳性提點 她就已經可以心領神會,即是學得到 加上她,超麗將自己本身的人相當刻苦勤奮 又肯虛心學習,很快就學藝成師了 接著她就改名了,將藝名正式改名為超麗張 果然轉了行當後,正式出來以超麗張這名登台 果然就好像出谷黃鱗一樣,一名不驚人 在粵劇界的發展就相當得意,一路紅遍藍天 正如粵劇研究者梁嚴賢在她的著作 《粵劇漫談》這本書中所說,超麗張精於武器 所以她演十三妹,劉金定、杜金娥和扎腳武打 她的工藝都相當之長絕 另一方面,她亦精於她的唱戲,唱也很好 她的清歌一曲也是響壓行運 《幽怨》、《松台別》、《三春困城》等等 她的康口亦唱得相當清悅 總而言之,超麗張的技藝水平 可以說達到爐火純青獨處一次階段 據很多老人家的回憶,她的關目表情 亦都相當感人,她做一些戲 做到悲傷、悲淒的地方 亦都能令觀眾灑下同情之類 看到人哭,做悲慘戲的時候 此外,超麗張亦有一個演技的絕技 他有一個絕招,是甚麼絕招呢? 就是她逢出台的時候 她照例,都會先唱一兩句鬧鵬 當她唱這兩句鬧鵬的時候 一千幾百個觀眾 原本好像在街市一樣嘈吵的劇場裏面 都會一下子地靜下來 為什麼大家一下子都靜下來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超麗張出場了 大家就是等著看她那首拿手的絕技 因為每次超麗張出場 她都會有一個拿手絕技表演給大家看 那什麼拿手絕技呢? 就是她一出場,她就會手裡握著一支紅鷹的長槍 一出場,她就將那支紅鷹的長槍飛訂出這個舞台 很準的,不是亂訂的 那支紅鷹槍就會不偏不倚地 直插到舞台口裡的龍鳳柱上面 這一個絕技幾乎每一個觀眾都非常喜歡看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超麗張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暫時休息一下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這個阿N與阿N頻道 好,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超麗張的演藝人生 好,拜拜